在力争台湾 带你来看到的是 青楼杆以及狂犬病 过去都曾经在国内相继爆发过疫情 特别是狂犬病毒 对人类也有严重的致命威胁 而台中市呢 就曾经过发现这个感染病的诱欢 被列入了疫区 如今呢 是积极地进行防御作战 更直接深入偏乡 对于犬猫来施打疫苗 而在防堵青楼杆方面呢 则是预防终于治疗 加强养鸡场的源头控管 诱欢乱咬人可怕的不是伤势 而是害他失控的祸首 竟然是狂犬病毒 有一例来自台中和平区的诱欢 确诊了狂犬病的阳性 2013年狂犬病在全台拉警报 台中也陆续发现 染病诱欢从山区流川进市区 当时造成民众恐慌 因为狂犬病毒人畜共通 一旦发病 会破坏神经跟中枢系统 害人丧命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 每年至少五万人死于狂犬病 唯一的解药 只有疫苗注射 才三个月大的皮蛋打针哇哇叫 但也有的猫咪来乖乖不哭闹 这场巡回注射前进台中太平区山边的东村公庙前 跟狂犬病毒宣战 请问狗狗叫什么名字 之前打针回去 会不会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没有 身处偏僵启动医化防疫系统 这针一年施打一次 打完立刻加注的预防注射证明书上 不只对狗对猫好 对四组更有保障 狗狗比较重要 因为狗狗它如果带去外面跑的话 遇到松鼠还是什么的 它如果被咬的话也麻烦 走路到深山里面主动服务 因为你在深山的话 它们其实是最危险 它们的那些犬猫 其实是最危险的一个族群 如果你没有把这一块防疫做好的话 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 狂犬病 狂犬的漏洞 狂犬病能靠打针防疫 但要防堵禽流感 可就没这么容易 禽流感的病毒呢 它有144种变化 所以你没有办法把 这144种的变化 通通都做成一剂疫苗去做防疫 不能靠打针 生蛋消毒却能让病毒无所遁形 养肌场里外喷洒点水 进出车辆同样不马虎 勤设加装卷帘调节温度 铁网的空隙也有防疫大绝问 铜镜大小的话是少于十块钱的硬币的话 那个鸟粪比较不会跑 就是不会掉进去 野鸟比较不会飞进去吃饲料 早前来来看 鱼也来看 这样子 像个小孩同样的意思 养肌场业者 严格自我要求 动保防疫人员也定期帮鸡汁 采血监控 防范禽流感双管旗下 建构固若金汤的防护网 在防疫观念上 我们一再一再地呼吁养情业者 请勿不要把猪 水禽 禄禽混养 以免造成疫病的散播 以及病毒的变异 一方面落实防疫工作 一方面教导全民认识动物传染病 从做中学 从学中做 民事新闻 教授家展坤台中报导